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为您讲述根除疾病 人类付出了哪些努力 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 从去年到今年 哪个数字最受大家关注 相信您会说 零 的确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那段时间 打开手机 好多人第一眼看的就是自己的城市 或者自己生活的小区周边 昨天有多少个疑似病例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所谓安心 放心 就是把所有的危险因素统统降成零 其实不仅仅是新冠肺炎 还有好多其他的传染病 比如说黄热病 瘧疾 霍乱 天花等等 如果把这些传染病都永远降为了零 咱们的生活该多美好啊 我们不经会思考 传染病有可能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 由美国著名公共卫生史学家 南希·利斯·斯特潘所著的 《战役传染病能否根除》 这本书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 那么传染病能否真的根除呢 其实还真有人这么想过 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这个人就是索珀 我们去认识一下他 这就是弗雷德·L·索珀 他是美国流行病学专家 不仅中国人不太了解他 普通美国人也不太了解他 在这本书中 作者这样说 如今在一些历史学家眼中 索珀的声望较低 主要是由于他对绝对根除的执着态度 然而在一些公共卫生从业人员中 他的声誉在上升 索珀呢 他是生于1893年12月 23岁就获得了公共卫生博士学位 然后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 在那干了大半辈子 上班没多久 他就从前辈那儿得到了一个教训 应该把已知的东西带给人们 而不是耗费终生学习那些 可能迟迟无法投入应用的东西 这成为索珀一生的信条 1927年 索珀被基金会派到南美洲去应对沟虫病 这沟虫病呢 非常可怕 它可能让患者永远丧失劳动力 最多的时候 全球感染沟虫病的人口 达到了5.76亿啊 但是沟虫病没有特效药 该怎么办呢 只能尽可能地隔离传染源 将患者和普通人分开 改造老式厕所 让穷人穿上鞋 这些都是老办法 这索珀也没有什么新招 但是他坚信 传染病之所以肆虐 关键在于你的执行 如果医生也能像军队那样有权威 就能够把传染病彻底清零 从照片中你也可以感受到 这个索珀是一个非常坚强和威猛的人 有非常强的意志力 他有一种彻底战胜传染病的伟大的理想 工作时更是一丝不苟 认识他的人都说 这索珀更像将军 不像医生 索珀主抓的几个国家 沟虫病的传染率之后是明显减少 因为业绩突出 到1930年索珀又被派到巴西 主抓黄热病 成了什么呢 灭蚊高手 黄热病是一种奇怪的传染病 它只在美洲和非洲有 在亚洲很少见 它的症状有点像瘧疾 在当时科学家也不知道 它的发病原因 只知道是通过一种蚊子 叫医蚊来传染的 所以总是控制不住疫情 这索珀上任之后 就创造了一个索珀工作法 怎么说呢 就是将巴西分为好多区 每一个区指定一个负责人 有疫情的地方就严格的执行 隔离 该地区的人不得随意离开 此外呢 它会填平所有能够积水的地方 连私人的蓄水桶里 都必须撒上一种药 这种药叫巴黎绿 并且组织灭文队 挨家挨户的撒除虫举止 这索珀呀 每天都要下到一线去检查工作 它组织专家到农村去 去调查黄热病的传染情况 要知道 当时的调查手段非常落后 他们要用一种设备 穿刺死者的肝脏 于是引起了村民的愤怒 第一年至少有五名专家被杀害 许多人都对索珀的这种近乎残酷的方法 表示不满 讽刺他只会灭文子 是个独裁者 可是您知道吗 索珀的工作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在巴西整整工作了12年 在他走后的几十年内 巴西甚至都找不到医文了 黄热病基本绝技 也正是在巴西工作期间 索珀提出了零传染的口号 这让洛克菲勒基金会很不满 他们认为这也太夸张了 怎么可能做到零传染呢 这可能就是人类历史上 清零说和控制说首次出现冲突 清零说认为 即使没有找到好的治疗方法 通过社会控制就能够彻底隔绝 于是就能灭绝一种传染病 而控制说呢 则认为清零的成本太高了 把发病率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上就行了 这两种说法至今是争论不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国家有完全不同的策略取向 这个索珀在巴西的成功为他赢得了世界名声 人类呢也首次看到了根除某种传染病的希望 索珀是1977年去世的 他中年83岁 直到去世 他也没有能够看到自己人类彻底消灭传染病梦想的实现 索珀去世之后 人们对他的评价分为了两个极端 西方的专业医学工作者都称赞他的勇气 决心 执行力和崇高的理想 可是呢 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很讨厌他 觉得他像个暴君 比较安静 还能够吃 每天一对 谁都现在是在那里 就像个暴君 因为我们方面的赛图 对 我们这是一大迹 正在那里 尤其是 所以 我们会发现 生活者 点击 注意 如此 我们 kle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